5月8日,阿娇中心童承认和结婚不到两年的丈夫赖红国已经签署分居协议,令整个华人社会一片哗然。 而相比起阿娇的简短回应,赖红国在社交平台发表签字文,就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跟阿娇感情破裂的过程,表明不是自己不够爱阿娇,而是阿娇不爱自己。 不过,赖红国的签字文一出,有港媒就声称采访到阿娇身边的一名闺蜜,为阿娇抱不平。 闺蜜爆料指,二人分开的原因是赖红国太小朋友,不成熟又不够上进,婚后不时与网红妹妹约会,沉醉在喝酒跟夜生活当中,使阿娇很尴尬。 但是阿娇都依然相信赖红国,从一开始已经不断鼓励他独立出来开医美诊所,甚至向公司讲明白,一定会支持老公。 有指阿娇嫌赖红国不够有钱,对此闺蜜反驳,指阿娇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对赖红国很好,不惜出钱又出力帮老公开美容院,希望老公越来越好。 可惜赖红国爱理不理,而且赖红国都说,阿娇会不断送礼物给他,送到他都叫他不要再送,如果阿娇嫌他穷,这种说法就自相矛盾。 对于二人被指信生活不协调,闺蜜也指根本没有可能,阿娇之前不断也表示想生小孩,更以实际行动动乱,希望快点造人。 闺蜜又指赖红国有时还把自己的婚姻情况和别人说,完全没有顾及阿娇的隐私,而且两人签的分居协议书,不宜公开两人分开的内情,但赖红国撰写签字文淘淘不绝,说得自己被遗弃,这样很不尊重阿娇,而随着更多的爆料曝光,也有网民开始骂赖红国是渣男。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